网络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更能将爱传播出去 为了帮助偏乡小学校 网络红人柯梦姐在脸书上 邀请了来自全台湾各地的三星人士 真正生活及学习用品 到新义新乡国小 同富国小及同富国中 将爱带到偏乡 今天特别感谢柯梦姐先生 他号召了一些彼此之间 其实都不认识的爱心的人士 主动的愿意 来到我们偏乡 今天送物资给我们小朋友 尤其在寒冬之后 就像现在来的太阳 温暖我们的心 我们非常的感谢 非常谢谢你们 那今天我看到这些物资 有包含了卫生纸 还有油 还有甚至有红萝卜 也有马铃薯 还有学生所需要的台灯 我想这些的相关的物资 都是目前有一些学生家庭 比较贫困的孩子们 他可能真的是 家庭真的是有需要的 本次的活动 陈翰丽议员也有捐赠物资 并表示一早就到信义乡 非常感谢山行人士 对偏乡的帮助与关心 让爱一直都在 耶 环一泽感恩修 我们这群人来自台湾各地 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欢喜心 关怀偏乡一定要做 感谢大家 那很高兴呢 他今天邀请了在这个 全国的这些赤公们 最远的来自金门 来到我们的南图县信义乡 我们的新兴国小 我们同富国中同富国小 来把这些资源来给这些 比较需要帮忙的这些小朋友们 那非常感谢这群 非常热血有爱心的年轻们 那透过网路的集结 今天来了四十几个 早上呢 八点就到了我们信义乡 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新议员陈昭玉表示 运用网路召集全台的善心人士 为新一偏乡国小捐赠各种物资 非常感谢他们关心偏乡学子 在寒冬送软之际 我们陈安利议员 利用他的一个整合的资源 以及在社团的人脉 在汇集很多网路的一个资源 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小朋友 能够感谢我们陈议员 他对地方偏乡的一个资助 然后一定要感恩喜福 希望大家在功课上 没有溃于之缺 好好的一个学习 然后以后长大成人 事业有所成就 也都能够像我们议员一样 来回馈这个社会 让我们这个社会 需要帮忙的人 都能够得到爱心的一个关注 这次偏乡捐赠物资 准备了米 维生纸 油 茅毯等 学习及生活用品 议员们期盼 县府能多多举办 帮助偏乡的活动 利用网路资源 邀请民众一同做公益 将爱送到偏乡 记者陈建豪 信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